我們這個影片主要在介紹各位在用R 在讀TST檔 那有時候我們R會讀CSV檔 那CSV的話就會用Excel這樣的一個套裝軟體來執行或儲存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的資料庫裡有一個叫TEAMS 這是201號 那TEAMS它是一個文件檔 大家可以看到它叫文字文件 簡單來講它就是類似ASCII code所儲存的 任何的編輯軟體都可以去看它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編輯軟體看到的是這樣子 它儲存的檔案是這樣子 第一個大家可以看到的它有一個叫做引號 引號mark文字的話 可是這個最上面那一行我們叫做表頭 它是一些在我們R裡面就是變數名稱的意思 它是用雙引號把它標示在裡面 然後它會用空格來讀取 然後數字的部分呢它是用空格 所以我們要用以色來讀它的話就要格式化 那要用引號 所以我們用以色來讀它的話 我們就開啟 就檔 那我們把所有檔案就是TEAMS 就這一個我們要開啟它 大家讀到的話大家可以看到的東西就是這樣子 它目前沒有區分叫TST檔 那現在要讀進來的話它要格式化 所以文字 那這是固定 可是它固定的時候呢 它就是有的切不好 好我們再回到上一頁 所以我們就用分格符號來讀 包括豆號 好我們看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我們可能要用什麼 空格 因為它有空格 沒有數學 好它讀進來 當然呢它有時候會用 其他沒有 好或者是豆點 所以它性別 所以它性別 我們回到上一頁 上一步 大家看到它有一個這個符號 讀起然後空格 所以我們就要讀起它的時候 如果我們把它拿掉 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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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現在讀的就是這個符號 我們要把它無 就是剛剛看到的 可是因為我們有豆點 而且文字識別符號是這個 雙銀號 然後它有空格 那這空格 有了 所以大家可以切得很漂亮 看到 有時候它有Tap鍵 好我們現在把它讀起來 基本上它是切得很好的 好那我們就是下一步 它是一般的文字 好是一般的 它這邊是 你可以給它文字也沒有關係 可是它現在讀進來了 所以它就是變成數字進來 好 相右靠幾的話就是數字 像右靠幾的話就是文字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把它令存信長叫csv 那我們就儲存CSV 用逗號來分割 我們前面沒有 我們就儲存 好 沒有分心就YES 好 儲存了 我們就到R裡面去呼叫他 我們就叫一個程式好了 建立新的命令稿 好 我們第一個要讀檔案進來 那就比如說我今天得到的檔案就是 就叫A好了 我要讀進來 然後READ 大小學有分READ 這時候我們要讀CSV 然後我們剛剛講檔案要跟R講 檔案叫什麼名字 我沒有記下來 在這個 就是 好 現在叫做 大學有分TEAMS 2011 台灣的TW.CSV 好 這是我們的檔案 基本上呢 第二個要跟大家講我們的表頭 是 等一下我們試看看 有時候沒有 有時候T就可以了 然後當然我把它寫更清楚 就是separate 就是分格的話 我們用逗號 好 我看一下讀出來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表示我們的程式是寫對的 看有沒有讀到資料庫 有沒有來 錯誤 好 那意思 錯誤的原因是因為 呃 我沒有設定資料庫 要變更線型目錄 我應該在這裡面的 MAI OK 我們再一次 讀到了有沒有 沒有錯誤 所以我們看一下有沒有讀出來 A 喔 資料太多了 所以我們用 看幾個 好了 好 讀進來 那我們也不曉得它 所以我們看Strange 結構 它會跟你講 我們有符號 有文字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有四四六七筆 然後有十三個變相 然後有的是符號 有的是文字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當然你還可以看到一個東西叫做 那能夠求平均數的 就會是連續 不能求連平均數 你看這都是類別 性別 性別 數學 所以我們就是把它讀進來 接下來以後我們就可以用CSV來做 好 因為我們以後是CSV 就不一定要讀原來的 好 所以這是最簡單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一樣 上次講過attach 我們現在所有的資料就往這邊走 好 我們來講這是數學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畫圖 畫圖 大家是畫序列圖 就是排序的資料 好 所以基本上 我們應該畫的是脂肪圖 然後大家就比較容易看得懂 好 所以大家 剛剛講的我們怎麼讀Excel 去讀原來的文 TST檔 然後把它連存到CSV 然後我們就可以讀CSV 好 這是 這一方面的 部分 當然我們結果也可以儲存起來 好 就是把它儲存到 跑完的結果可以儲存到不同的檔案 那 比如說存到SPS也可以 當然我們最喜歡存CSV 會比較 沒有受到限制 或者是TST檔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的操作的話 我們就可以 可以 讀很多的資料進來 那以後大家可以在 Excel裡面 好 資料排好以後 你就可以怎樣 來讀它 那第一行都是變數名稱 就是我們出現這邊的 Header Header 這第一行就是我們的變數名稱 然後用痘號 因為它是用痘號來區隔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檔案 痘號區隔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用其他的編輯軟體來開它 會比較清楚一點 我們用記事本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記事本裡面 然後是用痘號 痘號 變數一樣 數字一樣都用痘號 然後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讀資料讀很多 進來